穿着白色T恤 黑色皮衣的胡姓男子 被两名刑警押回警局 他在今年1月25号替朋友抢出头 朝黄姓被害人开枪造成左腿受伤 逃亡一个多月最终走投无路 在9号连人带枪主动投案 事前发生在本辖 复兴路上卡拉OK店外吃枪击案 无险因自知难道拔网 于昨日带枪向北市警方投案 目前有本分局征讯中 案发当时黄姓被害人与友人 在卡拉OK店门口准备离去 没想到胡姓嫌疑犯 不满友人的女友遭到黄姓被害人骚扰 双方发生争执 胡贤因此掏出改造手枪 射伤黄姓被害人后搭车逃逸 经调查胡姓射嫌人因不满被害者 骚扰其朋友之女性友人 在或惜被害者在该卡拉OK店内饮酒 随即的带枪前往该处 双方发生争执拉扯 进而开枪造成被害者腿部受伤 新店分局在案发后成立专案小组 并布下天罗地网全力查契 探访胡姓嫌犯亲友 对他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 最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只好连人带枪 向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投案 结束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活 记者王真心采访报道